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你们心里夏天是什么味道呢 是西瓜荔枝的甜还是杨梅的酸 我现在来到了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这里呀夏天的味道梅之道 那这个梅到底是什么梅呢 跟我们伴着夏天的微风一起去园区里看一看吧 通鱼 通鼠 通华夏 川人川水 川步西 通川区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 沟通起川东与北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 小小蓝莓也将随着这块宝地的快速发展 通向千家万户穿行各地市场 在距离达城北侧二十多公里 有这样一片土地 山清水秀的地理条件 和气候宜人湿润的自然环境 滋养着颗颗翠绿的蓝莓树 茁壮生长 它们如丝带般环绕在几幅的山坡田野上 像是一群守卫者守护着这片园区 江国产区的成长离不开园区培育事业的力量 庞老师就是其一 他也是园区建设的带头人 今天我们就跟着他去看看 这些蓝莓浆果地走出去和走进来 哈喽 庞老师 庞老师你好 庞老师你好 里面是我们的一个展示大厅 就是想要了解我们整个园区 了解我们的蓝莓 我们第一站就必须要来到这个展厅 对 对的 展厅位于普加镇八口村一组 八口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近些年来 因为蓝莓产业的落地 村上发生了翻天覆辟的变化 穷村变富村 农区变园区 山区变景区 一次次的华丽转身 正是普加镇践行出的蓝色梦想 也是通川区统筹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一个缩影 这边就是我们的乡村振兴 通川区的七个一站 第一个就是重乡融合 一条路 这是第一站 我发现啊 庞老师 他一小时经济圈 就是说我们这些点位 都是离我们的城市 一小时就可到吗 一小时 有半小时也有经济圈 对 因为今天我们从市区 来到普加镇 就只花了三十分钟 就是半个小时经济圈 城乡融合经济圈的划定 为园区内采和外销 练定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也让园区把握住了 发展机遇与方向 明确了基本定位 产业发展是基础 农文里融合 才是支撑 想要普加蓝莓 美名远播 不仅要提升园区内部生产力 还要对外规划打造成为 漫游乡村最美通川的 成交旅游示范店 这块呢就是圈域规划一张图 就是说的香圈有示范 村村有点尾 至少一个香 要达成两个示范店 让大家有刷的 有玩的 有吃的 做的 比如像我们现在的炉 城村全是通地是北游马路 以前是水一路 所以这块是提升得很好 现在的官博点是实际 现在已经达到5级了 我们现在园区建设这么好啊 其实都是这些基础设施 为我们做了铺垫 对 路 水 电 气 全域贯通 大幅提高了园区内 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 为蓝莓鲜果加工 分解 冷藏 保驾护航 5级网络全员覆盖 为智能水肥一体化维护工作 尽上添花 每一处的升级改造 都离不开园区建设者们 稳扎稳打的努力 同时也助推着 和美乡村一批园 一居一夜一幅画 乡村建设一般人 乡村治理一张网 这些振兴蓝图新目标 一一实现 这块就是我们蓝莓鲜的实产 2016年之后 早上印制入住这个地方 第一年就种了蓝莓 或者奇卫玉莓 我们2010年就是台湾中心大学教授 就称之它为集数一个中古文 这个我们做一个 小树龙法的一个推广 之前2016年的时候 开园之后 我们是有尝试种植蓝莓 然后在那个时候是 有遇到一些困境吗 有困境 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些土地 它是黄泼地 对蓝莓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性 必须要土地改良 这块 交通和小树龙法 对 等于我们2017年的 教树龙法 就是一个转折点 对于我们的蓝莓发展 对 一直到2019年 我们就被深足建 并没有秦巴蓝莓小镇 这个称呼是相当晚辈的 很好的 对啊 秦巴蓝莓特色小镇的命名 为园区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随着教树蓝莓 与旅游家 生态家等新业态深度融合 蓝莓产业 已经成为葡家镇 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这个就是科技蓝莓 就是小树龙法 它是利用肥气物循环 利用土地改良 增加突然的油脊子 因为蓝莓它是做的 就是一个酸型 它是吸酸吸水 或者就是蓝莓的一个它出处的环境 如果达到蓝莓的标准的话 它的口控性 它就很好发展 其他的看法就是肥气物循环 利用蝙蝠尾巴 就是通这些发酵草 整个这么的罐罐 我来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罐罐 就是整个就展示了我们的教素农法 教素农法是台湾教授 张富翔主推的蓝莓 文产高产的培育方法 教素通过在A菌 B菌 C菌 发酵槽里发酵后 在分别用燕气菌 半咸气菌 好奇菌菌种 进行二次动态发酵 经过三个月的静置分解 最终生成液态菌肥 这个是混淆是油脊的 而且又不带农业花肥的 就是这种 当然孵出来 都是我们人都可以吃 新办法的推广与运用 为不加蓝莓 现代农业园区的蓝莓鲜果们 提供了天然有机的营养来源 培育的酵素蓝莓产量 可提高20%至30% 含糖量提高2到3度 蓝莓口感也更加纯正 也为园区培育出 更多蓝莓品种创造了可能 这个就是我们蓝莓的品种 一共现在目前园区 有保留多少种 我们现在有八个品种 八种 八个品种 都是研发还是引进的呢 有些是引进的 有些是研发的 因为有些东西 毕竟我们做不到那个全面 所以说要引进一点 然后就是自己再养发一点 因为那个蓝莓嘛 它说实话 它就是个野生的 然后通过人工循环 采出了这些品种的 本来蓝莓的口感 那野生是酸 但是果很小 对于现在通过人工循环 它有甜 而是果有达 我有一个早熟 中熟 晚熟 这几个品种之分 就是延长它的材质去 现在我们 现在全世界 最好吃的就是奥尼尔 这个品种 奥尼尔的口感好甜 带有来味 稀薄 奥尼尔属蓝莓早熟品种 是高丛蓝莓品种中 香味最大 适合采摘的鲜果品种 因此成为园区主推的 蓝莓品种 同属高丛蓝莓的 还有中熟品种 莱克西 这个莱克西 果子大 口感有点偏酸 但是酥是 很茂盛 酱两百多高 蓝莓苍蓝莓是属于 晚熟品种 但那大一份 它就出来了 那个温度比较高 然后图案 吸的下泡烂 都是属于晚熟品种 哇 听庞老师 您给我介绍这么多 这些蓝莓的名字 都特别的可爱 特别的好听啊 我非常想要去园区内 看一下实际上 什么样子的呢 可以 那要看的话 先看我们的语苗 你先了解 然后再一起看 好吗 然后认识蓝莓 从育苗开始 对 好 走吧 优质蓝莓品种 从幼苗培育开始 为防止好的种植基因 在自然界消亡 园区把它们集中在一起 利用基因选育 培育 累积出种植资源库 再开发利用 最终杂交出 最适合当地生长的 优质蓝莓苗 这个就是我们鱼苗的 大概就是要下跌 种子的一个阶段 来下半年 庞老师 我发现我来到这里 在我印象中的幼苗 应该是特别小的那种 为什么都这么高了呀 这个苗子 要在这个鱼苗棚 培下两年时间 要在每年的12月份 就要下跌进行种植了 它就是第三个生长期 第一到了 它在休眠期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跟它摘下的种子 然后到第二年 你从三月份 温度达到四五度的时候 它就可以生根发芽 就开始继续长了 就是育苗会经历三个阶段 然后在每年的12月份 我们这些幼苗 都要移到我们的地里 然后长成蓝莓树 是不是 对对 那像这样的一颗苗 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就是养根把它 它水肥一体比较给它更上 还有一个蓝莓 它是属于细酸的 所以在酸性高上 我们比较跟它土地改良 良好的根系 是蓝莓 果界 高产的基础 育苗中心的工作人员 为了让小树吸收营养 呵护它们成长 采取了巧妙的 滴灌方式 我发现它里面都插了 很多这样的管子 在土壤里边 这个就是精准滴灌 这样就是让它能够 优小地吸收肥 那就是少量多次的去给它 对 完全整体 学得太好 确实是那个 庞老师 我现在已经大致 从我们的展厅 到我们的育苗中心 是看到了我们这些蓝莓幼苗们 迫不及待想要去实地 看一下蓝莓生长出来的样子了 可以呀 这个地方 育苗中心已经看了很多了 已经看清楚了解了 我这里有一个任务卡 有个任务交给一个完成 然后有个惊喜 最后我这边又拿个十个收购 我也马上去听购了 你看怎么样 好 我就交给你 那就拜拜了 好 待会儿见 好 待会儿见 观察员你好 欢迎来到普加蓝莓仙带农业园区 想要看到成长后的蓝莓仙果 需要找到蓝莓一号采摘地 并采买一块蓝莓仙果 最终获得园区准备的一份惊喜 赶快出发吧 此刻 庞老师将要去接受园区 维护工作的指导围剧 而接受任务的观察员 也迈开步伐 去寻找蓝莓仙果一号采摘地了 两种培育为福加蓝莓产业 打下了坚实接触 为了让这方土地 结出更多优等蓝莓果实 实现可持续绿色有机发展 通川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 会定期深入园区的田间地头 对园区农业部人员 进行实时的专业指导和解答 赶老师好 幸福了 赶老师 这是目前哈 你做锅和做水都还可以 但是目前的表情这些制作哈 可能还是有点缺肥 跟这个页面翻映出来缺肥 这是缺肥的一个表现 所以后期要注意追肥 那我们就边这边说吧 好 记得 另外一个表情后期哈 这种啊 表情多的一些枝条呢 如果说哈 劳动力将进步的情况下 可以把一些修剪一下 修剪一下 修剪一下 因为根据哈 目前哈 根据你的所有的素食 涨起了过后 你的果实都已经炸下去了 所以说哈 这个你们就在后期 修剪的时候就要注意 从这次来看呢 你们这次的管理啊 比上次我们来的管理啊 有所改善 但还需进一步努力 好好好 要得要得 这个必须的 要得 感谢老师的指导 从土壤到枝叶 从生根到火果 每一个环节 都需要管理人员们 细心维护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 园区日益完善了 高标准的 鲜果产出链 在采摘地里 每一颗蓝莓果 都以最佳状态 静候着成熟 等待着果实者们 来评借 那此时此刻 我们乡村观察员的任务 完成的怎么样了呢 小草小草 一号地在哪啊 在万物蓝莓园区里 按照公司加合作社 加基地 加农户的模式 已种植了生态 牛肌蓝莓 五千五百余亩 那乡村观察员 要找的蓝莓一号采摘地 到底在哪里呢 嗨 姐姐 嗨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 一号采摘地在哪啊 在那边 你可以带我去一下吗 可以啊可以啊 走 走吧 这个是什么呀 怎么有这么大一个 巨型的门矿 这是我们的智能灌溉 矿子中心哦 哦 那里边有什么呢 走 跟我去看一看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全员交换系统 那这个交换系统 它大致运作是怎样的一个流程呢 我们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主频的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手机里面就可以操作 在外地也可以直接操作 就比如说工作人员 他在出差的时候 他想要看一下蓝莓的一个生长情况 比如说有没有缺水啊 他上面会有提示吗 我们手机和这个都有提示的 比如说这个主频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交换 然后看一下每块区域 然后都有提示 该浇那个肥料了或者注水了 上面都有提示的 哦 就是我们的整个系统 它是覆盖了全区的 对对对 哦 那我们可以来进行操作一下 可以啊 你也可以试一下 好 这边首先打开那个手动螺式 如果我们要浇灌一区的话 在这里 然后点开始 开始 啊 对 按下 就启动了 哦 这个是它的一个水箱 嗯嗯嗯 哦 就等于是我感觉我们这个操作系统 就像是我们的蓝莓园区的一个心脏一样 嗯 全员的自动化的 是啊 你将自能减少了我们所有的那个浇水都跑到地里面来 这样子很不方便嘛 对啊 而且也可以精准地掌控我们蓝莓的一个生长情况 嗯 是 那我们去地里看一下蓝莓的浇灌情况吧 跟我来 跟我来 自动浇水施肥智能化管理系统只需要简单几个步骤 就能将蓝莓情况勘测水肥灌溉一并掌控 小屏幕成为农人手里的新农具 传统灌溉模式升级也为园区稳定发展 成为现代农业园区加以了科技的支撑 来 王儿 跟我到这边来看一下 好 诶 它的出水系统怎么看不见呢 这就是 请注意看一下 这边就是每一条那个黑色的管子就是的 哦 它这个管子它是从我们里边延伸出来的 对对对对 里面搅拌好了之后 然后根据区域的那个需求量 然后精准地管到地里面 通过在主管道下设置分管道 灌溉系统可以实现对每块田地的精准控制 同时 每株蓝莓的植株架还固定有一个低头 可以进一步保证水资源的合理运用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水资源浪费 也改变了以往靠天收 平清便的种植模式 这样的一个烹灌系统引进到我们园区之后 那是给我们的园区带来了哪些好处呢 带来好处很多 比如说人工成本 节省的时间成本 管理成本 哦 那以前没有引进之前 我们用传统的浇灌模式是要耗时多久 传统的模式的话 人工浇灌的话需要15天左右 然后但是我通过这个智能化系统的话 只需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员的工作了 哇 效率大大提高了啊 那这样的模式是不是我们园区都不需要工作人员了呀 还需要哦 我们采摘地也有很多的工人啊 哦 还有任务呢 我们得去找地 找一号地 来 跟我来 走吧 带我带你去 在兰眉采摘一号地 一幅兰子相见 景色美好月幕的景象 静候着观察员的到来 王儿 这是我们的一号地 终于到了 那根据任务呢 我是需要采摘一筐兰眉的 欢迎你加入他们 好 那我就加入他们 嘿 兰子已到手 现在就要开始完成庞老师给我的任务啦 走进采摘地 只见漫山遍野的蓝莓树 小小的蓝色果实表面 附着一层白色的果霜 像蓝宝石一样挂在枝头 随手摘一颗熟透的果子 放入嘴里 酸甜可口的姜汁 在口腔中肆意蔓延 满口富裕的清香 这是夏日最惬意不过的味道了 王儿姐姐 你那么大一筐蓝莓摘了多久了呀 这个也不是很久 在半个小时就摘一筐嘛 你是专门过来摘蓝莓的吗 对 我们是从西湾刚过来的 我们每年都要到那里来摘 那蓝莓还是非常好吃的 吃起还是有点垂天垂天的那种 哦 那有没有摘蓝莓有秘诀吗 就是要有耐心嘛 哇 要有耐心 那我向你学习 继续努力 看完来摘得怎么样 庞老师来了 你看我摘了这么多了 我刚刚是吸取了一些技巧的 所以说现在摘了这么多 是不是有惊喜了呀 有惊喜可以 这个酱里摘得很好 哦 谢谢 下面就是我们摘了之后要到那边去进行分装 我们去看一下嘛 好 那我们就一起去参观一下 好 走吧 走吧 采摘下的蓝莓需要立马被运往分检中心 工作人员们将盛满蓝莓果实的柴果框 整齐马放于周转框内 小心将其台上阴凉的运输车厢内 以保证鲜果果性温度能够迅速降下来 抑制蓝莓的甜结热和呼吸热 一框框新鲜蓝莓有序装车 选转到培育 从培育到结果 园区又迎来了生机勃勃丰收的景象 在蓝莓分检上市之前 唐老师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去完成 将采摘下的蓝莓鲜果 送往农业部门进行抽样检查 以保证安全达标的蓝莓鲜果 送到食果者们的餐桌上 朝朝暮暮日复一日 虎家蓝莓现代农业园区的故事还在继续 明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去观察 探索这些蓝莓浆果的走出去 与走进来